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没有再产出优秀作品 非料倒是一茬接一茬 近几年他已经很久不拍戏了 直播行业兴起之后 他随大流来做了主播 但他跟其他的女明星不一样 连运都是打扮的光鲜亮丽带着明星光环直播 他是把自己搞得拉里拉遢的 一种劣迹的方式出现在大众眼前 他穿着紧身的毛衫胸部下垂 肚子上的坠肉被勒成一圈一圈 头上扎着两个双马尾 不时对着镜子戳牙齿清理鼻子 甚至剪脚指甲 谁在让人不敢想象这是当年大家的那个女神 为了流量她直接放飞自我了 夜宣如此辣母的打扮可能是为了搞噱头 而影视剧中一些中年女演员半嫩扎两个小辫子 完全就是不考虑观众的死活了 刘嘉玲长相偏欲解放 是气场强大的女性代表 她当初饰演的武则天不怒自威 霸气侧漏 让人印象深刻 也凭借这个角色拿下了金像奖影后 当她以55岁的年龄出演《情深缘起》中的顾曼露的角色的时候就有些违和了 因为刘嘉玲穿着一身旗袍往那一坐 威风迷迷 完全就像是一个身宅大房的正房 饰演她妈妈的演员在她跟前就像是一个管家仆人 她穿着一身雕走路带风就像旧上海的大姐大日常气场两米八 然而刘嘉玲却扎着双马尾 穿着一身蓝裙子学生装演一个百乐门的小白花 她嘟嘴卖萌柔弱无奈的少女形象让观众大呼受不了 尽管磨皮已经到了模糊的程度 身穿学生装却依然挡不住她面颊凹陷和皱纹的问题 明明剧组可以找个年轻演员来出演这个角色的少女时期 而50多岁的刘嘉玲却非常自信地亲自上阵 可惜双马尾也没有让她年轻一点 反而成了辣眼睛的存在 平常出席活动刘嘉玲的造型都是很可以的 女神气质十足 不过刘嘉玲以免不了尝试装嫩 之前她也一头齐刘海造型亮眼 但是齐刘海造型明显并不适合她这个年龄的人 只会让她更加显老 看起来还有一些木气 还带着一些乡土气息 自己的美艳的玉姐气质大打折扣了 内地以冰青玉姐形象走红的董杰 年轻时候的颜值谁人不夸赞一句美若天仙 不管是金粉世家里那个让金家公子一见钟情的小家碧玉冷清秋 还是偏若友情里爱上了没有血缘关系的大叔 却无法冲破世俗的展颜 亦或是白领公寓里跟韩国欧巴安再续谈恋爱的任菲尔 都美得不染尘埃 那时候她在二十出头一见淡雅的民国山 两条质朴的麻花便就干净清爽 可是上了年纪后再扎双马尾 哪怕是出自粉丝之手的精修美图 因为也有藏不住的沧桑 在舞台上重现父母爱情里的安洁 一比一扣死了梅婷当年的造型 扎着小辫穿着格子裙 脸上的法令纹没有光的眼神都在告诉我们 这是一次失败的妆嫩 李小冉是一位大美女 她有些女星们羡慕得冷白皮 五官精致楚楚动人又带点怯懦青色 十四岁照片中的她双马尾造型非常的清纯 令人惊艳 还有来来往往中双低马尾造型推穿的动作 非常的美丽 而且她的清醒让丫头叫门脸红 她公开说自己已经年轻半百 跟少女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了 在庆余年里 她出演了长公主 也就是女主角的母亲这个角色 但是她依然肤白貌美 五官精致被夸是动名美人 但是最近以双马尾造型出镜了李小冉 还是被制衣装嫩了 在央视年代剧《我们的日子》中 李小冉为了营造出少女感 特意扎着两个马尾垫 穿着粉嫩嫩的毛衣外套 连喝咖啡的神态和动作都是这么的做作 但是这些双马尾造型 却让她很有半嫩的嫌疑 当镜头拉近的时候 她的法灵纹比较深 双眼皮痕迹太明显 两厕凹陷眼窝也变身了 原本就有些突出颧骨显得更明显 再加上脸型不流畅 整个人显得憔悴老态 加上滤镜与化妆也掩盖不住真实岁月流逝的痕迹 剧中李小冉扁嘴唯唯唯唯唯唯的模样 看着实在是有些辣眼睛 那种沧桑感让人特别的别扭 同样是年代剧 讲述和工业的《徐你万家灯火》播出后 就引起了不俗的反响 演员都是实力派 唯一有一点违和的就是主演年纪过大 基本上都是50岁左右的 半期20多岁的青年人有一些不和谐 饰演陆云峥的杨童书今年46岁 才剧中演三个孩子的妈妈 按年龄讲她演常年孩子的妈妈是恰好 但她从生孩子开始演起 顶着一头刘海遮眉毛的假发 顶着两个大麻花辫 却一点也不像小姑娘 不知道为什么年代剧的导演 都不愿意找几个年轻演员来过度几集 老演员的演技确实是好 但半嫩也真的是不顾观众的感受 在爷们儿里孔林饰演男主李国生 张嘉宜扮演的妹妹李国月 实际上孔林比张嘉宜还要大一岁 当时已经45岁了 当她扎双马尾半少女出现在荧幕上 引来了吐槽声一片 观众纷纷表示 这个少女粗糙又敷衍 遇到没有什么表情的戏份 还多少能装一装 遇到情绪波动比较大的戏 分分钟就暴露是一个老姑娘的事实 钟丽提24岁的时候凭借着人鱼传说中的小美走红 如今也是50几岁的女星了 在浪姐的舞台上 钟丽提凭借火辣的杏克和高情商成功翻红 但不得不说她的身材发福发际显增高 美艳不在 但是钟丽提在穿着打扮上依旧少女 并且在半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钟丽提一次在视频中热舞 她扎着两个高马尾搭配粉色发带 穿着紧线包臀亮粉色衣服 就连鞋都是粉粉嫩嫩的 热情四溢却被观众吐槽 因为她这个年龄穿得这么粉嫩 确实有一些辣眼睛 而这种奔放的热舞和打扮 还经常出现在钟丽提的直播中 再加上开了十几美颜加瘦身 把腿拉得又细又长 但是这副青春美少女的打扮 却让人看了很不舒服 机场照片中 钟丽提经常以双麻花便出现 弄了两个麻花便 服装也是粉红色 加上粗大的发带搭配 但是这种紧身的衣服 显得她整个人鼓鼓囊囊 坠肉特别的明显 很明显钟丽提是很喜欢 这种绊嫩的发型和打扮 所以有戴于肤帽双麻尾造型 戴棒球帽的双麻花便 但是硬凹成小姑娘过于绊嫩 反而凸显一副作作的模样 所以钟丽提的穿搭 经常引起网友们的调侃 曾经因为宝莲灯前传里的 三圣母而惊艳无数观众的周扬 一张标准的鹅蛋脸 清秀标志 后来她改演叠战片 也塑造了很多个经典的 女长官形象 可不知道什么时候 开始她悄悄地动了脸 年龄一天比一天大 脸一天比一天僵 当她出现在以八九十年代为背景的 婆婆妈妈家庭情感伦理巨历时 顶着肿胀不堪的脸 扎着两条马尾伴少女 与之前灵气变形的形象 简直判若两人 不仅扮相辣眼睛 她还总演一些 人设很可动的角色 把之前留给观众的好印象 全部都给败光了 说到扎着小辫半嫩 一定绕不开乡村去三巨头 王雅杰 王倩华 严学金 周扬 参与的那几部评分 两三分的伦理剧 女主角都是王雅杰 像养母的花样年华 哥哥姐姐的花样年华 我跟我嫂等 同一个制作班底一步比一步烂 还一连拍了N部 王雅杰从38岁演到40多岁 无意不是从未出客的小姑娘演起 用红绳子扎两个马尾 剪齐齐的铁刘海 脸肿肿的 身材像套马的汉子威武雄壮 每当这个时候听到对手演员说 你这个姑娘年纪轻轻这样的台词 就觉得是考验演员的信念感的时候了 另一大村花王倩华 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又美艳又演技的女演员 后来据说是生病吃了药物 导致身材发福总量 她也不再接其他类型的剧了 就跟她的老公一个倒一个眼 扎根在了乡村剧里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节省经费 每次她都自己从18岁演起 庞大的身体穿上一件粉色的衣衫 帮两个小辫子错落在肩头 就真当自己是小姑娘了 可她自己看过吗 像吗 严学经也不遑多让 她与王倩华在乡土剧里各居一方 品分秋色 她主演了刘家媳妇 安娘 田小草 回家的路有多远等剧 品分基本上都是在二到三分支间徘徊 是连老头老太太看了都只摇头的那一种 但偏偏她还品约不断一步接着一步 她有曾经在世界级的选美大赛中拿到过 华裔小姐 中国小姐 亚裔小姐 三菱冠 同单 引青时美艳无比 性感又火辣 成为在港台小有名气的艳星 后来她动了脸 一脸高科技 当年的风光不在 前些年她转型当了导演 一连自导自演了电影版和电视剧两版 南尼湾 她在剧中饰演苗小婷 是一个心怀天下的小姑娘 可同样是扎着两个辫子 此时的她跟当年的她 真的让人不敢相信是同一个人 虽然她是导演 她说了算 但这也太难为观众了不是 不得不说 双马尾这个青春特有的符号 已经逐渐被各大造型师 在中年女演员身上用烂了 现在看到一些中年女性 扎着两个马尾或者麻花辫子 就莫名有与种觉得不合时宜的感觉 真别以为扎个双马尾就是少女了 导雷曾经在综艺里说了一句 什么年纪演什么年纪的戏 我们都去演少女了 那么少女该演什么 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导演和热衷扮嫩的女性们 真该清醒一下 别再执着于在银屏上 产生这些辣眼睛的少女感了 关于绑双马尾装嫩的女演员 小伙伴们还有什么补充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与一太进行互动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四一太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这一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内容哦